這是OPPO R9S 手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照相功能 快捷鍵往上拉 它這個相機有一些濾鏡功能 跟這邊 你可以先設定濾鏡 蠻多種的 選定以後就可以按下去拍照照 然後就會呈現出你拍的濾鏡 成像 我們會上一頁 它還有免延的效果耶 而且你看上面 它有去設定 聲控 比如說 CHESS 它就可以開插按這個 CHESS 有沒有 方形 也可以剩下尺寸 全螢幕也是可以 功能還不錯 它可以設定一些不會那麼死 不會那麼死 普通 炫彩濾鏡 而且它可以用浮水印耶 而且浮水印還有沒有看到這箭頭 我如果放到其他地方 還有什麼 有沒有看到 往上拉一點 這個就是浮水印 內建的 等等之類的 溫度 還有 設定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下去 開插 我們看一下 拿一下 這個 蠻特別的 這相機 就可以省序做一些APP 有沒有 然後 看這個 看這個 動畫 動畫 它可以做動畫 直接做動畫 你按下去 它下面會跑秒 好 那個 長條形跑完 就是已經 錄製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往左邊拉一點 按下去 你看它在跑沒有 然後 這樣拉 然後燈完以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GIF動畫檔 你看 這是動畫檔 這不是錄影檔 這是動畫檔 GIF動畫檔 好 好 OK 確定 往後 我們來看到視線 當然就是錄影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它就是可以設定什麼 尺寸大小 沒有 往下面拿一點 尺寸大小 或者4K的 它也可以錄4K的錄影 好 很棒 然後也是攝影 按下去一下喔 沒有 就下面這個開始跑 沒有 跑 跑 好 好 先錄了10秒 好 來 按下去 好 按一下 這個 動一下 有沒有 很快喔 快速錄影的 相機還蠻多功能的 說真的 好 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買一台 我來玩看看 不錯啊 又輕 造型也不錯 音量鍵 大小聲 鏡頭 閃光燈 大大的 Logo 你要喚醒 不是從這裡喚醒喔 你要按電鍵 按下去 它才可以喚醒 然後這是固態式的 按壓 固態式按壓喔 它這個設定介面 就是ANGEL系統的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不在商店 等等之類的 這個 因為是讓它跑WiFi 所以還要登錄 再來 仔細 玩玩 最佳話 我們按一下 如果需要清理 就把它按下去清理 可以讓你的手機 好 速度 至少提升一點 等等之類的 設定亮度 藍牙 低電量 就是省電模式的意思 就對了 定位計算機 省電完成 電話簿 好 連立 太亮了 太亮了 因為我剛才調太亮了 所以 覺得曝光 調快一點 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錄影模式 你調太亮 一定會曝光的 不用講什麼 好 這個自拍聽說還不錯 可以好好玩玩 相簿呢 相簿這裡 這些都是我去韓國時候拍照的 韓國時候拍的 照片 吃飯比較多 吃吃喝喝走走 草莓 草莓超好吃的 韓國現在草莓大粗 吃喝喝酒 這就是什麼 BBQ 韓國炸雞 很熱門 草莓 四處都可以看到草莓 跟韓國泡麵 還有是大白菜 應該是大白菜吧 做泡菜用的 有沒有 酒 OK OK 先這樣子 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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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